湖北城市世界宗亲湖北省城市宗亲文化专委会成立大会 湖北省城市宗亲文化专委会简称 城市宗亲会成立大会于4月19、20日在武汉市洪山区总督府大酒店隆重召开 自省内外以及港澳、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数百城市宗亲欢聚一堂 同序友情、共谋发展、筹备族组长城勇至此接受海内外宗亲会组织及文化名人馈赠海内外宗亲留影、省内宗亲代表留影、一门城 汉川庄省内宗亲代表留影、一门城谢浦庄省内宗亲代表留影、贤明市本次活动宴会用 酒公松真酒、宣赠人、通山县一门城市宗亲会会常臣名财语、1.19、筹备会、4.20、成立大会筹备组财务总监一门城谢浦庄、陈欣德在一起 一门城回归庄宗亲联益总会陈定海会常代对陈梁涛宗亲与湖安陈大洛先生、99岁高龄、合影、湖北城市宗亲会宣布正式成立大会现场筹备组人员答谢来宾本次大会筹备组、组长城勇、常务会长城小年、执行会长城如墙、监视长城一祥、1.19、4.20两次会议、陈昌军、宗、金会创会人、4.20、 会议、外联常务会常、财务总监陈欣德、1.19、4.20两次会议、松青会创会人、主持人、1.19、4.20两次会议、陈绝飞、申花酒赞助人陈尚暖、1.19、4.20两次会议、陈虎、1.19会议财务出纳、4.20会议筹备密书、陈继燕、1.19会议宣传 新任会长、秘书长、会长助理简介、1.会长、陈勇、著名大型企业高层负责人、社会爱心人士、乡、城市宗族推崇爱、 带的宗亲代表、具有宗亲号召力、同时也是行业影响力人物、各项湖北城市宗亲活动的主要赞助人、2.会长助理、陈尚暖、 申花健康酒业董事长、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商界精英人士、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具有广泛的宗亲联谊能力、 是湖北宗亲活动的主要赞助人、非常热爱宗亲文化研究与探索、 3.秘书长、陈绝飞、一名佛妃子、 主持人、中国金奖主持人团队、非你莫属、创始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评书传人、 中国志工党党员、湖北省职工委、支部副主委、主持人陈绝飞和陈立国内宗亲会赠赫礼、 各地贺电宗亲组织、一、山东省运城县城市、宗亲会、二、合泽地顺文化研究会、三、广东省城市文化促进会、四、 贵州人怀陈狐公文化研究会、会议现场节目、会议结束、国外代表观光黄鹤楼和古琴、 同序亲情、共谋发展、湖北省城市宗亲文化专委会今天在武汉成立、 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滔、泰国、菲律、滨、我国香港、湾、及各地的城市宗亲代表50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取得料圆满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